特朗普被裁定有最后 他的支持率不降反升 据最新的追踪民调数据显示 特朗普的支持率为44% 而拜登的支持率为43% 特朗普领先拜登一个百分点 在独立选民中 特朗普的支持率为35% 领先于拜登34%的支持率 在今年美国总统大选中 特朗普的迎面不小 再次入主白宫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如果再次当选为美国总统 特朗普会如何处理俄乌冲突 6月4日 特朗普在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表示 乌军兵力正在耗尽 目前西方处于劣势 普京会在俄乌冲突中取胜 2023年1月26日 特朗普发文称 自己有能力在24小时内结束俄乌冲突 今年4月7日 据华盛顿邮报称 特朗普的方案包括推动乌克兰 将克里米亚和顿巴斯边境地区交给俄罗斯 对于特朗普提出的割土求和方案 乌总统泽连斯基断然拒绝 俄乌冲突结果 关乎美国霸权和北约利益 为何特朗普却要放弃军援乌克兰 第一 原乌是赔本买卖 美国向乌提供了大量免费军援 但从乌克兰获得的收益很少 因为乌克兰是欧洲最穷国之一 本身没有多少游说可捞 此外 在冲突爆发初期 美国可以向欧洲兜售高价能源 从中赚得盆满钵满 但现在欧洲能源价格回归理性 美国同样面临无游说可捞的局面 第二 西方国家不断残尸红线 俄罗斯的耐心正在被一点点耗尽 6月5日 央视新闻报道 普京发出警告 西方国家参与对俄罗斯的军事打击 意味着他们对俄罗斯直接开战 俄罗斯必将作出回应 一旦俄罗斯摊牌 等待美国的很可能不仅仅是常规大战 而是会引爆核战争 特朗普不想因为一个乌克兰 将美国置于核战危险境地 所以更倾向于停止原污结束冲突 思想决定行动 行动产生结果 如果特朗普再次当选 他有可能停止向乌提供免费援助 以此向乌克兰方面施压 此外 由于美国对欧洲的掌控力很强 特朗普可以通过停止交付先进武器 或者实施制裁来迫使欧洲国家 停止向乌输送武器 当特朗普成为美国国家机器的主人 他可以调动的资源是非常多 涉及的领域是非常广泛 向乌克兰施加的压力非常大 因此 不要小看特朗普的能量 不过如果只是认为特朗普是奔着结束俄乌冲突而去的 那就大错特错了 欧洲可是美国的核心利益所在 特朗普放弃乌克兰会严重动摇美国的威信 到时还会有欧洲国家无条件信任美国会保护自己吗 到时倾向于支持法国建立欧洲军的国家会越来越多 北约将名存实亡 放弃乌克兰的后果如此严重 可特朗普却非要这样做 他这么做的目的使服务另外一个更大的战略 即连和俄罗斯唯独美国的其他竞争对手 美国手里的牌太多了 仅仅是放弃原污 解除对俄制裁 就是天大的诱惑 俄罗斯不可能不动心 因此 当特朗普上台 世界地缘局是必将发生巨变 有关国家都需要做好提前量